还是第八品 是入一谋而顺佛知会 不随他教 这句话 他说 好像视线 这个人本身所做的法 在做法好像是属于 好像不是很正的 就是属于邪的 我们中国以前有很多东西很奇怪 就是 像画符 画符咒 符咒 我们中国以前古老的文化里面就有符咒 视线 他画符 他说画符 也是在救度众生 他是画符 这个持线 就是随顺佛的智慧 不随他教 表现的 好像看起来好像是 邪的 但事实上 他所做的都是真的 这个维摩阶讲的 这个是 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入魔了 但是他其实他是 内在是 佛菩萨的智慧 他是随顺佛教的 事入生文 而为众生说 为文化 他是一个阿罗汉 表现出来 他是一个阿罗汉 小圣的阿罗汉 但是他能够讲 大圣的法 他是一个阿罗汉 声文就是阿罗汉 最高的就是阿罗汉 但是他能够讲 大圣的法 大圣的法 能够讲菩萨的法 虽然是一个阿罗汉 但是他能讲菩萨的法 为众生 讲这个 大菩萨的法 事入必知佛 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 什么叫做必知佛 就叫做独结 他自己结物 所以称为独结 虽然是独结 但是他以大悲 大慈悲心 去教化众生 虽然是独结 他的果味是独结 但是以大慈悲心 教化众生 优优独结 优优独结 感谢观看